有这样一种人,本来跟你没什么交际,却突然来巴结你,对你好什么的,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,这有可能就是笑里藏刀。 笑里藏刀是三十六计的第十计,指的是一个人脸上挂着笑容,心中却藏着尖刀。 笑得有多灿烂,捅刀子的时候就有多狠。 三十六计原文记载,信而安之,因以图之,背而后动,故事有变。 刚中柔外眼,意思是表面上要做的使人深信不疑,从而使其安定身心,丧失警惕,暗地里却另有图谋,事情准备好后行动,不要发生意外的变故。 这就是外表上柔和,内力刚业的取胜之道。 笑里藏刀的记册出自旧堂书,李义府传,义府冒状温功,与人与臂蜥一微笑,而贬济阴贼。 记处要权,欲人负己,威武义者,折家倾献。 故事人言义府笑中有刀,又与其柔而害物,亦未知礼貌。 说的是在唐朝太宗时期,有一个叫李义府的人,因为他文笔很好,擅长写作,而被推荐为监察御事。 李义府还擅长阿谀奉承,拍老板太宗的马屁,他曾经写文章赞扬老板,因此得到了老板的欣赏。 后来老板换成了唐高宗,李义府也得到了高宗的信任,被任命为中书令。 从此以后,他更是飞黄腾胆。 李义府外表温和谦逊,总是带着微笑与人交谈,但所有人都知道,他内心极其阴险,所以称他为笑里藏刀的人。 李义府在朝廷中为所欲为,他拉帮结派,培植自己的小弟,任意让自己的妻儿向他人索取钱财,还随意赏风官职。 高宗得知这些事情后,曾经委婉地警告过他,但李义府并没有放在心上。 有一次,李义府在官府看到一份任命名单,回家后,他让儿子找到即将上任的人,然后对他说,你不是想做官吗? 几天内任职诏书就能下来,你打算如何感谢我? 那个人一见有官做,立刻送上厚礼。 后来,高宗得知了这件事,再也无法容忍。 就以泄露机密的名义,将李义府和他的儿子流放到边疆。 李义府外表上看起来和蔼可亲,与人交谈总是彬彬有礼,但内心卑鄙狭隘,极度阴险。 在他位居高位后,任何招惹他的人都会遭到陷害。 当时的人们都说他笑中有刀,称他为礼貌。 人们常说,伸手不打笑面人,微笑往往是善意地表达,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最好方式。 而笑里藏刀的人,总是戴着一副极其热情的面具,口里喊着哥哥,手里摸着家伙。 在人际关系中,笑里藏刀是一种极其不可取的行为。 它可能会让你在短期内获得优势,但从长远来看,它可能会严重损害你的声誉和人际关系。 但在竞争关系和战争实践中,微笑可以被视为一种策略。 战国时,乾国派魏央率兵攻打魏国,魏国闻训,速派公子穷抵御,双方势均力敌。 魏央想很快取得胜利已不可能,于是魏央便筹划一场假讲和的骗术。 魏央派人给公子穷送去一封信。 信中说,我们曾是朋友,分别担任两国家的将领。 说实话,我不忍心打仗,我愿和你讲和,成为盟友。 咱们相约银酒欢宴,互相退兵,使秦,魏两国永远安宁。 公子穷见信后,甚为高兴,以为魏央真有诚意,便按照他指定的地方,来参加宴会谈判结盟。 谁知,公子穷还没有走到谈判的,便遭到魏央军队的袭击。 进而袭击公子穷的军队,并把公子穷及其全军俘虏到秦国。 魏惠王听到这个消息,慌恐不安,连忙答应割让河西的大片土地给秦国。 所以,没有文字条约的求和必定有诈,要防止敌方在卑躬屈膝,甜言蜜语的背后,笑里藏刀,暗藏杀鸡。 笑里藏刀的笑具体体现为柔,用柔的方式使敌人深信不疑丧失警惕。 刀具体体现为钢,是柔的强力支撑。 运用此记的关键在于笑要真实,掌握好分寸。 笑的目的是为了藏刀,也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,刀都要藏在笑里,千万不能暴露,以防计策被人识破。 而且刀一旦出鞘,就要迅速果断,使别人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